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牛还辛苦 比绿还难过 你说父母为什么 为什么生了我 为什么 这只歌子 唱得好 唱出了你们的心声 也道出了你们的痛苦 师父们 要想过上好日子 咱们大家 就要团结起来 向煤矿主多咬公钱 自己的权利 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用的 这一说加工钱 那就挨打呢 你看 咱们咋的 还有我这个耳朵 也是让弓头打笼的 笼笼笼的 仨也听不见了 用的 说加工钱 没用的 没有 就是爱当的 这位师父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黑筐 黑筐 黑筐 黑脸 你们的名字里 怎么都有一个黑字啊 这咋说呢 我们这井下面 仨都黑 所以名字嘛 也就带个黑字 对 你们名字里面有一个黑字 但是你们每天起早探黑 当牛做马 你们的心里是干净的 可看看那些军阀 和工的老板 狠心的工头 他们每天是骑在你们头上 作为作福 横行霸道 他们的心是黑的 比这些探还黑 黑 黑 他们当然黑了 他们也就脸蛋子白 对 他们有枪 有棍子 还有鞭子 我们的 我们仨都没有 我们只有这枚筐子 没绳子 没绳子 一天到晚 拉一嘎 拉 拉 拉一拉 他们这么对你的 你们应该反抗啊 难道你们就甘心 受那些黑行人的欺负吗 为什么不和他们斗呢 没有用 前两天有个公里踢 一下腿都打断了 现在还在宫棚里躺着呢 师父们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就好比呀 煤矿主前面 有这么一块小石子 煤矿主用脚一踢 就把小石子踢飞了 可如果把这些小石子啊 全部合在一起 插上沙子 插上石灰 把它变成一块 大石头 它没矿主 还踢得开吗 那 那它肯定踢不动啊 踢的话 腿都得踢断了 对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以前都不懂了 苦就苦的 我们大伙没文化呀 是啊 像我们这一帮人 又没文化 也没人理 更让人看不起 谁愿意带着我们盖 根本没人带着我们 是啊 没人带着我们 师父们 这位先生叫李隆志 这位叫蒋坚云 他们今天过来 是想为师父们 办一组工人补习学校 教大家道理 教大家文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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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办起来之后啊 我们还要创办一个 工人俱乐部 让大家在做工之余 有地方喝口水 携携脚 多读书看看报 打大牌 好 好 好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你就走马上任吧 担任工人俱乐部的主任 好 工人师父母 让我们一起 把这件事跟起来 好 好 站起来 站起来 掉块了 进去看看 让他再下去 有 суп 有実 有老公 加油 最後有eler 雨 烏 Sheriff 你到底是什么 然后啊 原本明tem 有令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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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手决 我们的火车要开了 宋师傅 我们要先回去了 下次过来的时候 我不想看到这孩子 再下矿井 莫先生 我保证 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 莫先生 这把伞您带上 路上用得着 只是不好意思 十把破伞 还是你留着用了 你一定要收下 这把伞 和您那么伞一样 您的伞 折入了小刘灯 这把伞 无论如何 您得收下 我保证 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 点灯碑煤了 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工人 也是人 好 有你这句话 就把伞我收下了 但你说的这句话 要保证 莫先生 我保证 湖南的毛泽东 速度可真快 他已经把安园煤矿的 工人俱乐部给建起来了 煤矿的工人有将近两万 一旦组织起来 力量不可小觑 谁说我们共产党人 不会发动群众啊 一转眼两万人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他马林 老先共产党人少 国民党人多 指望的伤吗 他不是去南方 建孙中山了吗 是啊 让他去吧 我估计最后的结果 我也是拍拍屁股 摆跑一趟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达到军阀统治 达到军阀统治 事实北伐 事实北伐 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 事实北伐 事实北伐 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哎 着了着了着了 走走走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我着火了 我着火了 张大雷同志 衣服都沙破了 您的手没事吧 我的手没事 我愿意着火 愿意着火 我希望中国的好 越大越好 马林同志 我懂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我们能让共产党和国民党 一起燃烧起来吗 一起燃烧起来 一盏灯 不是火 一戒灯 才是火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是见到孙中山 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个道理 我希望中国的所有的灯 能聚到一起 烧成更大的火 马林同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一定会的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马林是北伐 是是北伐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你真没想到南方的活生会这么猛烈 你放心吧 马林 一件衣服一条裤子 我还是陪得起的 以我说呀 应该再送一张鞋子 不 我的鞋子没问题 鞋子虽然没有被烧坏 但是马林先生您可是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了上 又从上海一路走到了桂林 很辛苦啊 雪 我再加一双 陪你 请进 来 请坐 马林先生 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 经似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形势 我身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 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 马林先生 中国啊 有句古话 叫得道夺助 得道夺助 得道夺助的意思啊 就是说 得道之人呢 能够得到民众的帮助 更会得到军队的支持 孙先生得了人性啊 我的桂林啊 已经击中了五万大军 全力准备民春呢 北伐 孙先生 关于苏欧政府正式承认 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问题 甚至两国结盟问题 只要孙先生有意愿 我可以立即向列宁通知吧 是 是 她的 但是 我以为 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更将如虎添翼 你说的是陈独秀先生吗 不 我是这一个党 他成立还不到半年 但是他在中国的工人和民众当中 有很大的号召力 No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是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不是别人 只有孙文 和他所创建的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是个民众的政大 自然包括全中国的工友 我告诉李巴黎先生 在广州 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 有五万多人 孙先生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 其实 马林先生是有同感的 国民党 在青年军官中的影响和吸引力 它就像那个磁铁一样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听我是如何 发展这些青年军官中的 非常愿意 我很看重这帮有前途的青年军人 我给他们上课 我一连讲的八天 每次讲课的时间几乎是九个小时 行行行 我在我讲课中 我反复向他们解释 我孙文 是中国自有孔子以来 一直到现代的 伟大改革家的继承人 我向领导他们进行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后来呢 他们都加入了公民党 他们是流着眼泪泉湿的 非常煽动 当然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社会主义 我们国民党是结成用户的 对列宁先生所进行的革命 我孙文是尊重的敬佩的 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能正常合作 现在还谈不上合作 我连陈独秀手下有多少个党员我都不知道 怎么合作呢 报告 廖夫人到 孙先生 您好 孙先生 大姐 夫人 你们好 你好 有客人在 没关系 有什么事吗 那个仲凯特地让我赶过来 有事情向先生面饼 你说什么事 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 派人来联络 他们准备罢工 要财政援助 仲凯请先生定夺 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 马林先生 实在抱歉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商谈 来 我们这边谈 嗯 所以我今天晚上要见到 他现在那么久 大小的小学生 我们还是要做出 大小的小的小学生 就先问他 小的小学生 な错 这个人 摩护 我的小学生 那里 但是 男呢 男在哪呢 我必须要回避俄国 对我广州政府的承认 为什么呢 今天马林先生生气了 你看到 生气倒不至于 如果 我们与俄国结合 那美国和英国 是一定会记恨我 他们必愿前方拜计的 去帮助直系军阀来压制 那么 我的北法就没希望 所以 我权衡再三 目前 我必须对俄国政府 只能做一些道义上的联络 而以后 北法成功了 我们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众鹅在尖叫 也不迟 可是先生 我真的很担心你 担心什么 你这是在走钢丝啊 我认为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 我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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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